四十年来改革日新月异 三农发展取得喜人成绩 四十年来变化翻天覆地 砥砺前行实现复兴梦想 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 我们一直在努力 在农安合作社共发展 打开市场涉源增收 在郊河冰天雪地里葡萄挂树梢 美酒贵甘醇香飘几万里 在柳河蔬菜地里蜜油油 农民笑脸乐盈盈 在山东 咱养山猪跑得快 肉质鲜美真好卖 乡村四季朝二三一六即将播出 服务三农沟通成乡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 乡村四季12316 今天做客演播式的是 价格分析专家梁启老师 梁老师好 董礼好 观众好 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 想要咨询 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431858186288626 或者是18043112316 来进行咨询 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加入到乡村四季的微信群中 直接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 来咨询您在生产生活当中 遇到的问题 我们会尽快地为您解答 资源共享 互帮互助合作共赢 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基础 吉林省一家园农牧专业合作社 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 提高了农业标准化 规模化 市场化的程度 实现了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 杨大宝是吉林省一家园农牧专业合作社的带头人 在他的带动下 合作社的规模不断扩大 目前已有成员78户 在农产品种植上 经过不断的尝试和摸索 合作社找到了自己的发展方向 经过了三年的发展 合作社的经营模式 由土地流转逐渐转变为脱管和代耕的经营方式 利用自产自销的思路 整合资源 实现资源共享 信息互通 我们信息实时地上传 哪些种的 都有全程都是食品 哪些收割的 那不行在群里一看 就是一目了然 利用互联网平台 合作社打开了市场化的窗口 种植 收割 加工 生产等一系列流程的实时呈现 不仅方便了合作社成员之间的信息交流 同时还建立了广泛的销售网络 争取到了稳定的销售渠道 杨大宝告诉记者 起初合作社的发展并不顺利 为了让合作社走上正确的发展之路 大家集思广义 埋头实干 谋发展 资金方面 在一个什么 技术方面 老百姓思想 还是走以前的老思想 你想给它拽过来 不容易 所以我们现在改变一种策略 就是自己先干 自己干成了之后 带动老百姓干 面对重重困难 杨大宝并没有退缩 凭借着一股踏实的干劲 村民们看到了合作社实实在在的收益 纷纷参与进来 我们参加合作社的销售量很少 就是卖的量小 自从17年下半年参加他的合作社了 完了销售量比以前增加了 合作社的经营模式 由原本的土地流转 变为了代耕和托管的方式 这几种方式有什么不同 梁老师 其实这个吧 合作社怎么办 就是根据 它合作社所处的地域 有什么优势 合作社的产业 那么应该怎么发展 它实际上 就是说确定哪种模式都可以 但是你像我们 这个一家园 这个我也去了那天 那么一家园 这个合作社 他地处农岸产量大限 那么他就是搞这种土地托管 因为他们有农机的优势 有这个农资的优势 他可以大量的托管 种地成本 比农民自己种地要低 所以这个农民把土地 托管给他了 给他找个保姆 完了 然后他们带个 他本身有大机器作业 也节省成本 农民也减少投入 这样实际上 他们各取所需 农民腾出身子 干着别的养蜂啊 完了生产蜂蜜啊 来卖 那么他们呢 通过托管的这个量很大 规模化生产了 虽然一公顷赚那么个 三百块钱左右 但是你总体说 算账这个合作社 你收益还是不错的 那么这个是一种 那你像你还有 九台那个雨田合作社 它就是你大面积 就水稻种植 我这个合作社就是 靠这个什么 你靠这么多年 我树立这个品牌 那么品牌引领 所有的合作社都给我 做 做完了我合作社收购 那么当地的农民呢 也是这个水稻卖的 比普通农户呢 卖的要高得多 一斤都卖那么两三毛钱 然后呢 这个合作社 这个大米 一年比一年 搞品牌建设 这个通过各种渠道销售 然后呢 这个名声也越传越远 名声也越来越大 所以说他这个 农民也增加收入 那么合作社的这个水稻 这个大米呢 也是卖的越走越远 那么经过几年的摸索和尝试 大家发现啊 把大豆呢 生产出豆油在销售 远比直接销售大豆 收入要高很多 那这样的过程 反映了什么问题呢 这个呢 就是说农民 现在就意识到了 我要参与加工 加工呢 把原材料 我一定是要加工成商品出售 这个附加值就高了 那么这个一家园这个合作社 他这个大豆通过加工 大豆现在卖价 一块七左右 那么通过加工 卖豆油 然后和大豆多少钱 合成两块五了 这不就增加收入了吗 另外就是说 合作社搞加工的 在咱们省内 那也到处比比皆是 你像敦化 有个青钩子 森拿这个茂林 这个公司 这个什么的合作社 人家就是搞人参种植 种多少 种六百多公顷 然后搞人参加工 五百多户 六百多公顷 搞人参加工 销售 人家就是在京东淘宝上 人家有这个从事电商 就三十多人 实际创每年呢 从生产销售 创造这个销售额呢 就达到两亿 你想这个地方能不富吗 所以成了全国 十大这个前十的土豪村 啥叫土豪村 靠这个农产品 我就赚钱 赚大钱的一村子 实际就是说 农民一定把我这个卖原料 那么呢 变成卖商品 这个附加值得赚来 另外我的农民 从农民身份 我得往工人身份转变 我得往商人身份转变 实际上这个呢 从中我们来增加这个收入 好 感谢梁老师的点评 我们先聊到这儿 咱们接着往下说 熟九寒天 并不是我们省葡萄的生产季 不过啊 我们的记者 却在焦河市 发现了依旧挂在枝头的冰蒲 那据说啊 这是当地村民增收的新亮点 由于气温土壤等条件的差异性 更为耐寒的山葡萄品种 在焦河被保留了下来 从四月的下旬开始摘植 然后九月的下旬 采收第一批就是在双酱 双酱之前采收一批叫双前 然后呢 在双酱以后 这个随着果实糖分的积累 在这双后去 采摘下的山葡萄输送到加工厂 及时破碎 经低温缓慢发酵后 加工成紫色液体 通常双前采的山葡萄 用于制成干红 其仅有的糖分转化成酒精 保留下清脆的酸 而经历了风干和冰冻的双后葡萄 却是制成甜红的上好材料 在葡萄发酵过程中 我们采用一些可以降酸的酵母 对它进行生物降酸 第二步是在后酵结束之后 我们给它进行一些 简单的物理降酸 达到要求的口感 酵母民间称之为酒驱 具有生物催化作用 糖分在酶的作用下 会分解成乙醇 而特制的酱酸酵母 可使葡萄酒的观感 得以进一步提升 每年我们都会做一些中式 然后对比做一些对比实验 就是在发酵过程中 提高了这个葡萄酒的发酵品质 如今的长白山山葡萄 已由山中野果 变成寻常百姓家的 佐餐梅酒 而特殊品种的果树 则成了果农增收的新项目 希望这些冰谱 可以酿成美酒 香飘万里 宝朗木特联合 专制可谈喘的补肺丸 提醒全省可喘 患者买四盒 得五盒优惠活动 全省仅剩300套 详情咨询 043186819900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稍事休息 马上回来 在柳河 蔬菜地里绿柔柔 农民笑脸 乐盈盈 在山东 咱养山猪跑得快 肉质鲜美 真好卖 价格分析专家 梁琪老师 做客演播室 为您解答农副产品 价格相关问题 相思四季 朝二三十六 稍后播出 欢迎回来 本节目由知识酸奶 开创者 君乐宝 长知识了 联可特约播出 天赋化肥 要您继续关注 乡村四季12316 今天做客演播 是的是价格分析专家 梁琪老师 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 想要咨询 现在就可以拨打 我们的热线电话 0431858186288626 或者是18043112316 来进行咨询 同时您可以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加入到乡村四季的微信群中 直接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 来咨询您在生产生活当中 遇到的问题 我们会尽快的为您解答 好 接下来我们就关注一下 这一时段的微信平台 首先是大安的朋友 想咨询 交新的农合保险都保啥呢 梁老师 农合保险就是保大病 保基础 基本是您住院多保 但是呢 他就是说这个 农合交的这个费里头 多少也可以买一点药 这个它是有一定的额度的 如果说要交了 那个叫意外伤害险的 就特殊规定的 你要是自愿的 那么这个还能保意外伤害 松原和吉林的朋友 都在咨询玉米 年前年后价格还会涨吗 梁老师 这是农民最关心的 但是说实在的 我也不好说这个事 市场千变万化 那么现在元旦前 肯定是没有涨了 元旦到春节这个期间 也是个需求旺盛 建议大家你关注 另外我也建议那些 你手中有水分大的玉米 自己你现在直接到加工点 去这个除售去 你这不减少中间商 这块差价了吗 这是自己去除售 如果要是说 粮食质量特别好 特别干的 我又不等钱的 那我说年后 一定不是这个价 一定要留着 就不着急凑这个热闹 长岭的朋友咨询 现在玉米多少钱 什么时候卖最合适呢 长岭的玉米 现在也在掉价 掉到多少 你每十斤掉个六七分钱 差不多 那么也是给他的建议 就是高水分的 有保管困难的 或者几种用钱的 我建议他那 倒粮库啊 红干点啊 或者加工企业收购地方 往那送粮 否则的话 要是说 二十一二个笋 现在给的价钱 二十一二个笋 现在又给不到 七毛六七一的话 那我说不能卖了 就等着春景过后 是的 松原的朋友 手里是二十个笋的玉米 想问什么时候储存好 二十个笋 一定等到三月过后 三月两会期间 关注这个价格变化 好 感谢梁老师 那么这一时段 微信平台的情况 我们就了解到这里 咱们接着往下说 柳河县柳河镇河北村 依托距离市区 很近的区位优势 建设了蔬菜产业园区 走上了蔬菜产业发展的 致富之路 在河北村的蔬菜大棚里 村民吴金霞正在摘收芹菜 这几天正是秦菜上市的日子 不错的市场价格 让吴金霞心情也不错 一天现在一百五六十几吧 能采到过了春节 价格还能比这更高一点 更好一点 近年来 柳河县柳河镇河北村 依托靠近县城的区位优势 大力发展棚模经济 走出了一条富村育民的道路 除了秦菜外 铜蒿小白菜生菜 这些菜品同样焦脆欲滴 涨势喜人 蔬菜园区 现在生产的蔬菜都特别新鲜 一般就是不到20小时 就能到居民的餐桌上 然后现在总产量 也能达到全镇消费率 四分之一左右吧 目前 河北村蔬菜园区 已发展到200亩 有日光威视大棚52栋 冷棚48栋 设计农户56栋 平均美东大棚 年收入在2.5万元以上 村里还成立了 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给蔬菜种植户 提供专业的技术服务 我们合着是 统一购买 能膜和生产资料 请专家讲课 学习并重害房子 和一些先进的技术 共同搞好蔬菜种植 元旦即将到来 春节也不远了 那农民朋友 如何利用双节将至 这样的契机 来提高经济效应呢 梁老师 双节将至肯定是需求旺盛 那么这些呢 应该咱们找好各种销售的渠道 你比如说长存的冬季农博会 那么咱们乡村司机啊 每年都给他争取啊 这个什么的 免费的展位啥的 那就说你这个区域 叫得响的这些个农产品 得是什么呢 得是有商标的 得有或者是持名商标的 那么这些 咱就拿到农季农博会来 来展出 一方面咱是呢 展和销 另一方面也是亮相啊 哎 也是钻吆喝呀 另外呢 咱要广尔告知啊 让更多的人知道咱们这个 这是一种方式 另外呢 农村的大吉 应该说这个大吉啊 也是非常热闹 这么好多东西呢 出售这个农产品呢 也是这个最好的机会 哎 这个是少不了的 再有的我说呢 就是这个时候 年年需求啥 我们的农民的总项 应当有个记载 你比如说一到村井 像这个人家搞蔬菜生产的 那么搞蔬菜生产 你还得要过 往细节上研究 你比如说我就说呢 这个应该有预见性 有个前展性 年年到这个时候 南方用过来的菜也是 它需求量就是大了 无论饭店的需求啊 和居家需求啊都大 那么你生产这些个大陆货的 南方来的都有啥呀 比如说果菜 茄果类的 海南的往这都运了 那么这个山东寿光的 也往这什么芹菜 菠菜这也都有 那我说就有一种小菜 什么叫小菜呢 实际上叫种芽菜 还是种苗菜呀 就是小萝卜 小白菜呀 小这个什么呢 群菜呀 婆婆丁啊 这些小菜都这么大点 因为我上澳大利亚 我就吃 自助餐 高级的自助餐 也有这种小菜 普通的超市里也都是这种小菜 这种小菜实际上呢 温食 然后呢搭成架子 拨牌里拨种 然后拨牌里收获 实际这就实现啥呢 工厂化生产 每天都有拨种的 每天都有采收的 实际那时候 大鹏钱要售的话 都应该卖到 15块钱以上一斤 实际这是就地取材的 市场现成的 那么咱们种 现在蓬磨经济到处都是 技术含量也没那么高 实际上呢 就是说瞄准这个啥呢 应该有个前瞻性 哪个时候需求旺季 那么提前考虑一下 好 感谢梁老师的提示 那接下来呢 我们到山东微海去看一看 那里的混血猪 个头不大 跑得挺溜 客户来买猪 饲养员化身暴走行者 满山遍野地去追猪 不好抓呀 真不好抓 一抓头就跑 跑着碾都碾不上 每回抓猪都是这样 已经累死了 客户着急也没办法 只能等到晚上 猪回到圈里再抓 就晚上吃饭时候回家一趟 在渠的时候都在山上 这群抓不住的跑山猪 散养在危害郊区的 这一千多亩山林里 别看抓它们的时候不容易 平时管理却很粗放 包括产猪仔 都不用饲养员费心 一般的老母猪上山 下了就说上山自己下了 不用我们操心 等着它们要下完的 等一段时间 它们自己就回家了 自己在山上坐窝 生了小猪仔一周后就领回去 这是什么品种的猪 普通的那个杜洛克的猪 跟那个藏香猪杂交培育的 杜洛克是一个非常优良的品种 具有生长速度快 瘦瘦率高的优点 藏香猪肉质好 但个头不大 且养殖时间长 它与杜洛克杂交后的混血 具备了两者的优点 能长到三百多斤 并且肉质鲜美 营养丰富 这样子呢 这个肉的品质就大大的改善了 这个肉的品质又原来 这个白油标比较厚 这样的变得就是 相对的薄一点 瘦肉的量就比较大一些 比较适合人们的这个 消费的这个喜好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大家呢 对于猪肉质量品质要求 越来越高了 那么对于咱们养殖户来说 是不是应该在饲养的方式上 做一些调整呢 梁老师 实际上不光饲养方式上 首先是品种上 咱们吉林呢 如果要说 这个适应这个市场需求 搞这种特色养殖的话 比山东要有很多优势 从品种上 我们这有那个什么呢 家猪和野猪 咱叫这个特种野猪 特种野猪啊 具备野猪的耐出寺 具备家猪的口味好 那么肠膏什么的 这个猪肉 如果要走专柜的话 那这个需求呢 是相当好的 卖价也相当高的 那么我们吉林呢 还有省农科院育成的松疗黑猪 这个品种呢 也适合 如果要地方大一点的 搞一点这个 让猪的运动量大一点的 这么养 也市场也是非常好的 你像咱们那个 金奇城黑猪 你就养这些个品种的黑猪 在这个白山的一个山林里 那么这个呢 你们的猪肉卖价 都是三四十块 四五十块 哎 这个是不一样的 那么从这个品种说 饲养方式上说 啥叫笨呢 不就是饲养周期稍长一点 食性稍微杂一点 食性杂一点 让它次有采食多一点 再加上一些个配合饲料 配合饲料 那么还是非常科学的 营养全价的 所以如果要是说 这么的要减合起来 养这个东西 市场上前景不是 就市场需求 不就会大一些 就是满足人们 对这个记忆中那个味道 传统中那个味道 别这个什么吗 人们封存在记忆里 这个东西 是磨灭不掉的 实际上这就是满足了 市场的一种需求 嗯 那大家非常关心的是 元旦期间啊 生猪以及蛋秦的市场价格会有什么波动吗 元旦期间的生猪啊 做这说呢 我觉得也真的是给农民报的不是喜 生猪价格最近几天呢 调得很严重 最低的呢 如果猪型不好的 现在又有四块上下的了 呃 猪型又特别好的 预装那些个这个什么呢 呃 能够有大批量收收够的 那么好的应该在四块二左右 鸡蛋呢好一些 作家农民作家呢 三块七左右 呃 淘汰鸡呢 应该是四块七八 这个之间 肉食鸡现在呢 还是比较好 四块八到五块这个之间 好 感谢梁老师的指导 我们接着往下说 连日来 我省各地开展了 冬季科技培训系列活动 其中书兰安土等县市 加大了职业农民培训的力度 为合作社农资选购方面 提供了致力支持 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造就高素质农业生产 经营者队伍 日前 书兰市在亮甲山乡龙山村 举办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班 采取了你 持续和分段式培训的方式 重点为 把所有的学院培养成为 懂技术 会经营 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 据了解 本次培训将课堂集中授课 后续技术指导和跟踪服务 紧密结合 并及时解决农民在生产中 遇到的技术难题 帮助他们扩大生产规模 提高经济效益 培训过程中 书兰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 科技人员 围绕玉米病虫害防治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等话题 进行了讲解 在安图县明月镇 举行的培训中 专家主要在 畜勤养殖方面 进行了讲解 对机设的选址 饲料的选择 基础的挑选等问题 进行了重点解答 随后 专家还和农民 进行了问答式互动交流 尤其养殖业 种植业 老百姓都不明白 通过讲课 可能是有些明白些 再不明白就打电话咨询 对老百姓有很大的帮助 林老师您觉得 东西安的时候 农民朋友适合参加 什么样的培训 听课 职业农民培训 还有带头人培训 等等这些课堂遍地都是 当然了 这个他得是事先报名的 有理论学习 有实践课 这是听课 那么还有呢 我说出去打工去 要是种菜的 我就上那个温食 里头打工去 那么这个呢 边干边学 再一个呢 就是说实践 你像草编啊 流编啊 这些报名页编织啊 你得去学呀 这个得是亲自做 这是实践课 那么还有呢 静下心来 看看书 养猪的 好好钻研 这本书 从开始到最后 我把它通读一遍 你就是养猪 养鸭 养鹅的啥的 实际这个呢 农民我就建议他 得多多点书 系统的学习 另外学学 孩子学学什么呢 卖东西的 市场营销这方面 真的是需要这些 不不可 好 我们再来接听一位 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白城的这位朋友 您好 请讲 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 高粱跟苞米一样 现在价格低 斗底 高粱现在应该是 九毛上下 但是你高粱的情况 比玉米还好得多 如果你要是想放的话 我认为你 春节过后 需求量仍然大 能不能涨价 我不敢保证 但是你年年 三四月份价格不低 好 有关其他农妇产品的 价格信息 稍后我们请梁老师 逐一的解答 农博农资大世界 借助农博园的平台 打造东北乃至全国最大的 农资集散地 农民朋友最新来的农资大市场 12月26日盛大开幕 将持续到2019年的4月30日 买农资就到长春农博园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稍事休息 马上回来 外出务工 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 学好技能 打工赚钱 补用仇 江苏四季12316周末版 邀请农民培训专家 王立文做客演播室 为您解答外出打工那些事 12月30号11点30分 敬请关注 欢迎回来六颗星常消费 要您继续收看乡村四季12316 最近有农民朋友在微信平台上留言 咨询2018年种玉米的地 2019年想要种植大豆是否可以呢 针对这个问题 我们来连线大田作物栽培专家 黄廷军老师 黄老师好 关注中间 像18年的玉米茶 19年想种植大豆 这种情况下 从茶口上来看 玉米茶下茶种植大豆 酸个好茶口 但是呢 近几年呢 玉米用的粗草剂量量比较大 特别是玉米 玉米的粗草剂的蜂蜜药里头的 阿特拉菌 也叫做有区菌 这种药呢 在东北一般茶股呢 12月到14个月 甚至时间更长一点 如果这块地你用过阿特拉菌 也就要有区菌这种药呢 下茶种大豆 苗期会出现严重的药汗 那个大豆掉液 钢物液掉液 这种情况下 会影响大豆的茶量 建议荣民朋友们 在玉米茶下茶种大豆的情况下 一定要考虑 使用粗草剂的情况 好 感谢黄老师 我们再来关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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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轮状病毒 冠状病毒引起的腹泻 那么这些病毒性的腹泻在临床当中最常见的是 除了腹泻之外 同时它又五吐 它的腹泻多以水压泻为主 为什么说天凉了容易导致子猪的腹泻呢 因为病毒它是耐寒不耐热 因此到了冬季的时候 病毒性的疾病相对来说就更多一些 冬季之后呢 动物肌体的抵抗力相对来讲比较低下 这样的时候也是导致动物疾病容易发生的一个原因 那日常管理当中我们如何防止腹泻的发生呢 首先啊 一定要加强饲养管理 因为饲养管理是防止疾病发生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因素 比如说经常的需要消毒 减少一下注射的这些湿度 同时做好保暖的工作 一旦发生了腹泻 我们如何用药呢 我们可以用一些白细胞的干扰素 或者用一些黄奇多糖注射液 板烂根注射液等等这些来进行治疗 那么在治疗的过程当中的时候 因为它腹泻比较严重 就会导致动物肌体呢 间接之紊乱 因此呢 我们再说治疗的同时 一定让它隐服或者是灌服 口服补业炎 这样的话 一般的话 治疗三到五天就有很好的治疗效果 好的 感谢沈老师 那您看这个天凉了 我们管理难度也加大了 那这需要我们在养殖的过程当中啊 付出更多的精心管理 好的 主持人 今天就说这么多 好 感谢君彦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微信平台 余叔的朋友咨询红小豆多少钱一斤呢 杨老师 红小豆正是需求旺季 最低应该3.23 最高应该3.56 四平的朋友咨询花生果多少钱一斤 四平多数是以四六红为主 四六红的花生果呢 如果要精选的2.89 三块 如果要是普通的果 也应该2.45这样 花生的价格年前年后会有很大的变化 花生还是应该年前呗 年前那个花生应该说炒货市场需求量大 把最好的精选出来卖炒货市场 这个呢 需求量大一些 年后呢 就是油米的量大一些 把精选出来的尽量往前赶 柳河的网友小蒋 咨询小公羊多少钱一斤呢 小公羊价格高啊 现在如果要育肥的小公羊膏子 基本上得18到20块钱一斤 那育肥羊呢 老师 育肥羊现在呢 如果要是大羊啊 那种品种一般的 也得14 5块钱 现在的羊价呢 非常高 因为羊价你经历了这么多年 它也有了几年的低迷 那么好多养殖户你挺不住了 坚持不了了 退出了 现在你总体说 羊的这个货源呢 还是你见少了 所以说羊价现在是非常好 下面是沿边的网友咨询 鲜鸡蛋多少钱一斤呢 鲜鸡蛋现在作家储售吧 3块7左右 有高一点的 有略微低一点的 长春的朋友咨询 肉牛多少钱一斤 肉牛啊 这就是看浩月收购价 浩月你收800斤以上的 储入率54%的 它得收购价13块5 它也收黑白花的这个 公牛育肥的13块1毛5 那么呢 它也签约合同你13块 就是说签上约 什么时候你来供这个什么供货 你不一定 所以这个13块 那肉牛的价格 有看涨的趋势吗 农民现在呀 实际上牛价你不低 农民作家出售那个小公牛啊 那得多少你17 8块 小母牛那也得14 5块 牛价是非常稳的 第一数的话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疯独的 我疯狼的 我疯狼的 那不是 很默的 我 si 我没想到